發展局說新界東北發展區 未來10年可以提供6萬多個單位 包括36,000個公屋或居屋單位 應付將來新增的17萬人口 而直至去年年底 全港的住宅空置率是4.3% 空置單位大約48,000個 是歷來的新低 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上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說 發展新界東北有迫設成 過去幾年樓價升到這樣 不是我們所想見的 但如果我們要解決樓價高企 大家居住環境惡劣的問題 不可以單靠管理需求的措施 博說多個議員就質疑 發展區的規劃和收地模式 都偏方地產商 為何你不將地產商擁有的私人土地 劃了做公屋 劃了做公園 私人地產商的土地 就劃了做私人樓宇的發展 指控說官商勾結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今次的新市鎮發展模式 我們加了幾個條件下去 是令到發展商或者其他的土地業權人 如果他要申請有條件原子換地的時候 需要跟足政府的時間表 需要對這些土地上的租用人、佔用人 提供合理的賠償 需要按足我們的規劃 而規劃處的同事在進行這個市鎮的規劃的時候 正如我多番所說 是以整個市鎮的交通基建、地勢環境、地理環境 作出最合適的規劃 是不理會業權誰屬的 陳某波又重申 高球會用地已經立入新界北的規劃 下年上半年展開研究 預料諮詢和規劃最少要三年 不可以取代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呼籲議員講道理 不要挑起矛盾製造對立 如果我們未曾有一個完善的規劃 未曾做好技術研究 有一套方案出來 是否可以用公眾利益 將它給12個月通知就收回 這個我覺得是存疑的 這個收回來只是用來曬太陽 這個高爾夫球會北邊有1.5公頃的地方 是短期租約租給他們的 我們已經通知收回 也都納入了今年的賣地表 換句話可以做的 我們已經做了 陳某波說 明白沒有方案可以令所有人 百分之百滿意 政府要做好平衡工作 而基於發展需要 大約一千戶居民 包括寮屋和農民 需要遷出 強調當局在補償方面 會有特別安排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郭詠詩報導 都道